本宫讲说你入宫后一直未见过家人 本宫已经安排了你母亲今日入宫 你去穗玉轩等着吧 多谢皇后娘娘 好好去准备着吧 艾伦蓉听到真母入宫的消息后 脸色就变了 她嫉妒甄嬛如此受宠的同时 也羡慕甄嬛可以见到自己的家人 估计此时艾伦蓉内心OS又是那句 原是我不配了 母亲 怎么走了这么久 还没到姐姐宫里呀 少说话 这里是紫禁城 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大的地方吧 自然走得久 等下见了姐姐 不许乱说话 知道了吗 此时的真家在外界眼中 真元到在前朝受皇上器重 真还在后宫身受皇上宠爱 真母为正三平告命夫人 这一家自是风光无限 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了 若换作其他妇人 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了魄力 进攻看望女儿的殊荣 可能头都要翘到天上了 但真母却有着远超身宅夫人的觉悟 她清楚越是在皇上面前得脸 就越要谨言慎行 否则一个行差踏错 便可能被背后不满真家的人 揪出来大做文章 由此可见 真还的才情是受到了真妇的影响 但她小小年纪就如此通透 惠识人情商又高 背后必定有真母教育的结果 看到这儿 我们来讨论一下皇上让真母入宫 看望甄嬛的目的 表面上看 不过是因为皇上宠爱甄嬛 但实则 皇上这么做 一是加上甄嬛就敦秦王事件中 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让马儿跑的同时给马儿歇草吃 用真母入宫作为赏赐 算是把真家上下都赏了一遍 二是借此向外界传递 自己重视真家的信号 此时是反年的关键时期 重要的一步就是拉拢可用之人 控制前朝舆论 用真母入宫这一莫大殊荣 向外界表明 自己现在是非常器重真家的 朝中的中立势力 若是有心 就该知道以后该往哪边靠拢了 这是皇上的惯用手段了 如果在前朝 过多地表现出对真远道的重视 以控制舆论 难保不会引起年党的警觉 但利用宠爱后非这一理由 加上真家 既能达到传达心意的目的 也不容易打草惊蛇 年党只会以为是皇上沉迷女色 这种手段以前也经常出现 比如利用甄嬛生辰 后赏真家 利用纯热的死 生真远道的官 看似是皇上被后非影响 实则是皇上利用后宫这一战场 打好前朝的仗